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航母所搭载的战斗机显然是不可能全部停在航母之上的 因此如何快速有效的将航母机库内的飞机牵引到甲板之上 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因此装备一款好用的牵引车绝对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而纵观世界拥有制造飞机牵引车 尤其是航母上使用的牵引车的国家 仅仅只有中国和美国 而其他国家则都需要进口 就例如此前我国公布的一则宣传片中 就出现了飞机牵引车牵引战斗机工作的画面 而根据美国方面公布的报价 一台航母上使用的飞机牵引车 价格高达1000多万美元 之所以如此昂贵 原因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这些牵引车所使用的科技都是非常先进的 不仅需要极为强大的牵引能力 还需要具备防潮 防腐蚀 防水等特点 普通的牵引车在航母上根本用不了多久 就例如印度方面 买装备都展示的是一副财大气粗 我有钱的样子 当印度听到了航母牵引车 每辆1000万美元的售价之后 果断放弃了购买的想法 转而找了几辆国产拖拉机 用来代替牵引车 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独一份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